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美有些害怕 从包里拿出了水果刀 警告对方立刻离开 这时外面没了动静 美美小心翼翼地爬到下面的隔断往外看 发现外面是一双穿着高跟鞋的脚 估计是哪位老师 正当美美松了一口气时 一张猙獰恐怖的女鬼的脸出现在了美美的面前 美美尖叫着举起刀推门而出 却发现外面站着的是音乐教室里摆放的塑料模特 正当一头雾水的美美要离开厕所时 忽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美美回头一看 只见塑料模特的头开始自己转动 接着厕所的门被锁死 模特也不见了 伴随着美美的谈叫声 画面转到了学校的走廊里 真正爱爱连连正在谈论美美被塑料模特吓得进了医院的事 爱爱说那个塑料模特很是邪门 传说无论把他扔到哪里 第二天他都会出现在音乐教室里 好像自己能动一般 这时同班同学小美刚好路过 三人赶紧询问小美对这件事的看法 小美说自己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 说完就要到办公室去交作业 三人感觉没有啥意思 爱爱和恋恋随手就把自己的作业递给了小美 让她帮忙一起提交 然后两人就逃课逛街去了 随后在音乐课上 小美想起了三姐妹说的话 不由的看向了教室后面的塑料模特 珍珍看到小美在发愣 就想捉弄一下她 于是珍珍就把头发垂了下来 突然的出现在了小美的面前 但这却并没有吓到小美 珍珍对小美的胆量很是佩服 主动的和她攀谈了起来 和小美感觉总是和班里的同学有些距离 聊了几句也就没有话了 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 在下课以后 小美到老师漂亮姐那里去交作业 漂亮姐问爱爱和恋恋怎么没有来上课 小美直言不讳的说他们逃课逛街去了 漂亮姐微笑着对小美说 要想和同学们搞好关系 必要的谎言还是要学会的 在放学后 小美直日晚 最后一个离开了教室 忽然背后的门又打开了 小美回头一看 发现那个塑料模特就站在门口看着自己 不过小美也确实是胆子大 此情此景她居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接着在操场边的小路上 小美发现了一捧小野花 细心的把砖头搬开 把花带回宿舍栽种 珍珍看到这个场景 觉得小美挺有爱心的 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 可小美还是客气而又冷淡地应付着 就这样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宿舍走着 小美忽然冒出了一句 说感觉校园里总有人跟踪自己 珍珍说可能是爱和恋恋在捉弄她 因为他们三人一直觉得小美很怪 不合群 不过自己通过观察 发现小美是个善良的姑娘 并且让小美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和自己说 自己愿意做小美的朋友 而另一边的音乐教室里 同学们正在搬运器材的时候 发现塑料模特的头不见了 想起那个恐怖的传说 大家都吓得逃走了 这时画面来到了小美的宿舍 原来塑料模特的头是小美拿走的 只见她环顾四周 见旁边没有人 一把就砸碎了模特的头 然后从里面抓出了一把粉末状的东西和人的牙齿 这时漂亮姐打电话给小美 让她别忘了明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制作水灯的活动 小美问漂亮姐 塑料模特里有鬼魂的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漂亮姐让小美不要关心这些事 安心的做好自己就行 在半夜时分 小美从梦中惊醒 感觉宿舍有人 立马起身就去查看 只见房门大开 但却并没有什么发现 当小美回头一看时 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 小美把被子拉开 里面是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而且她还穿着塑料模特的衣服 只见这个人慢慢地坐起 对着小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接着小美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发映 变成了塑料的模样 然后对着镜子一看 发现自己居然变成了恐怖的女鬼 在一声尖叫之后 小美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小美赶紧就把模特的头藏在了床铺的下面 过去开门 原来是珍珍 珍珍说自己听爱和连连讲鬼故事后有些害怕 想让小美陪自己一起睡 转过天 爱惊慌失措地跑进教室告诉大家 塑料模特的头又突然回来了 肯定是闹鬼无疑了 这时小美让珍珍他们陪自己去扔垃圾 但大家都害怕得不敢下楼 小美一个人到完垃圾后 穿过昏暗的走廊回到教室 奇怪的是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教室里居然没人了 此时突然有人抓住了小美的脚 小美低头一看 原来是爱爱 爱爱说刚才小美去倒垃圾的时候 珍珍和连连想要吓唬吓唬她 所以关了灯在教室里躲了起来 然后教室就响起了敲门声 并且一直有个声音叫他们的名字 让他们开门 珍珍在开门后发现是塑料模特 吓得和连连从后门逃走了 教室里只留下了爱爱一个人 小美在听了爱爱的描述后 冷静地走出了教室去寻找塑料模特 这时她听到音乐教室里传来了音乐的声音 走过去却发现门被锁上了 小美趴到窗台往里一看 只见珍珍穿着模特身上的衣服在叫一种诡异的舞蹈 这时塑料模特忽然出现在小美的面前 小美吓得后退了一步 结果从楼上摔了下去 爱赶忙下楼去查看 发现小美已经没了呼吸 楼上的珍珍和连连顿时就慌了 原来三姐妹一直看不惯小美 觉得小美不合群 也不和她们聊八卦 甚至对大家都害怕的鬼故事也没有反应 于是三人专门策划要好好地吓唬吓唬小美 结果却闹出了人命 珍珍和连连后悔不已 抱头痛哭 窗下大祸的她们肯定得负法律责任 这时珍珍冷静了下来 他告诉连连现在立刻叫上艾艾离开这里 明天警察问起来什么都不要说 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 然而两人正要离开时 忽然看到楼下的小美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而更诡异的是 他竟然把自己摔断的脖子摆震了过来 接着小美走到了被吓呆的艾艾面前 一把就扭断了她的脖子 然后又截住了要逃跑的珍珍和连连 小美想问问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珍珍为了自己活命 竟然一把就将连连给推了出去 结果小美的手直接就贯穿了连连的胸膛 小美也是失望了 她没想到珍珍竟然对自己的闺蜜干出这样的事情 然后小美一步步地将珍珍逼到了楼下 这时珍珍看到了老师漂亮姐 赶紧就过去求救 漂亮姐让珍珍躲进自己车的后备箱 然而本以为得救的珍珍却听到了小美和漂亮姐的对话 小美跟漂亮姐说 她们的秘密被人给发现了 漂亮姐问小美是不是只有这三个人知道 小美点了点头 珍珍这个时候才明白 漂亮姐和小美是一伙的 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画面一转 第二天音乐教室里又多了三个塑料模特 漂亮姐为塑料模特整理好衣服后告诉小美 以后不要再轻易地相信别人了 小美看着面前的模特若有所思 留下了失望的眼泪 故事到此结束 人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鬼也有善鬼和恶鬼之别 小美是痴迷人间的善良小鬼 她放弃过往的记忆 只为求得一份真挚的友情 但最终却被人性的恶给伤害 不得已变成了一个和漂亮姐一样的恶鬼 实在是可悲又可叹 鬼笑网友系列一共13集 关注涛哥 我们明天继续解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